一道选卦画跳出来的全是这样的 网上看了半天眼睛都看酸了 要么雷同的太多 要么太过俗气 怎么选的画这么麻烦 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挑到跟博主家里面一样 又个性又好看的卦画吗 你可以试试多进行小范围的精准搜索 你会发现能跳出很多 意料之外的小众卦画 马上要挑选卦画了 或者明年准备要装修的 要听好了 一共十个关键词 全学会了 挑画不难 记得点赞收藏 一备战风格 现代风格的话真的很绝 随便一选都能让你的家很有格调 感觉自己的审美不是很好 挑的画都很土 想要选点有品味的卦画 就输入这个关键词 每一幅都可以避引入 意识现代轻奢风格选这幅 清爽的现代风格选这个 黑白灰现代风格选这幅 偏时髦一点的呢 可以选这个蓝色的 总之啊 这家卦画有点艺术 但又不是特别的夸张 一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接受 二 秋山生活 我很喜欢那家店 很文艺 你点进去看啊 就是满瓶的那种 治愈又艺术的味道 图案经典大气 不是那种烂大街的款式 不是很多人都说 家里卧室灰秃秃的吗 感觉没有什么生命力 清汤寡水的 黑色的床 搭配一些这样的小色块挂画 立马能够让房间鲜活起来 很提气氛的 像一些奶油风啊 北欧风啊 你不要去选那些奶奶的挂画 没有什么质感 你挂这些 一眼看就不简单的挂画 还有这些视觉冲击力很强的挂画 都是我很喜欢的 分享给你们 三 三小姐的店 这家店的画呀 会有一种优雅 静谧的氛围 像这个我觉得好有意思呀 挂在家里 偶尔一看啊 会让人一种 会心一笑的感觉 这不就是挂画的意义吗 它们总能让你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不是枯燥的 一成不变的 即使你配了一个很厚重的 巧克力沙发 这幅画 它也能瞬间融化你 是不是一下子变得很温馨呢 四 老维东 他们家的画用四个字形容 简洁 大气 而且包容度很高 一些看起来很差距的挂画 也适合放在现代风格 干净的线条 色快 却给人很丰富 很饱满的感觉 家里要是感觉很空 随便挑一幅都很好看 喜欢经典大气的 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五 雅山 跟上一家比较 这家就很个性了 像这些色彩的 如果你不是学艺术的 一般人还真的接受不了 不过是真的出彩 像穷装风格 墙面都是大白墙 你去挂这些挂画 家里马上有一种 艺术画廊的感觉 小钱出大效果 配这样的画真的很质量 六 重制艺术 一样是很艺术的店铺 色彩浓郁大胆 可以给黑白绘的家 很多出其不意的装饰效果 七 千项硬画 你喜欢人文艺术吗 一些字画 有古典韵味的挂画 这家有 你可以挑挑看 八 不止有暗 小清新的风格 像北欧 圆木 日式 一些浪漫 温馨的氛围感 都可以在这家店 挑到适合的挂画 九 阁楼美术馆 那些催我日更法式风格的同学 我没有忘啊 先给你们把挂画分享了 其他的以后慢慢分享 这家的画 我每一幅都很喜欢 中古法式风格 还有包括现在流行的法式中国风 都有 石 加安 加利 一些中式古典的挂画 很独特 喜欢古典文化的同学 可以收藏起来 记得在搜索的时候 点店铺哦 马上就搜索看看吧 会有惊喜 关注有暗美学 让家变美 不再难 优优独特